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人生多一份感恩,就多一份美化 能为别人设想的人 永远不寂寞 欣赏别人,就是庄严自己 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自己在生命中没有缺憾 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对人对事有所需求 心中没有过多的欲求 生命就不会再有失落 学会翻唱或使用 放下就是要放下执着 因为执着的心是所有痛苦害怕和烦恼升起的原因 不是放弃,而是暂时停下脚步,放宽心 看看能不能打破原先的限制 重新领域,从新领域到真理 所谓忍一时风平浪静 配一步海阔天空 正是这个意思 正是这个意思 有时候 有时候,只有在放弃那些混放着我们的事物之后 才能获得最伟大的成就 放下执着我们的事物之后 可以让生命及梦想更为广播 放下才能重新拥有 放下执着我们的一打为 事物之后 更为广播 如果感觉会有那么当然 不要崩壶 就好 有时候 接着我们的考量 出 dès 没有 太阳 真的 太阳 我觉得 可以 我们下词 都要 一點點執著 你便會有一點點自在 放下多一點執著 你便會有多一點的自在 在完全放下時 你便會體驗到完完全全的歡喜自在 單獨得選擇 凡是學會放下自我的人 就會變得更加成熟自事 凡是释放欲望与执着的人 就更能自由自在地活在爱与和谐的状态中 要一个人马上放下是很困难的 他必须先了解到 唯有放手才能拥有更多 不是每个人在当下就能马上领悟 人们往往必须经历过人生旅途中的许多事件 才能从经验里慢慢学习 体悟到这些道理 其实放下不过一念之间 人生最大的财富是知足 最大的利益是健康 最大的胜利是无称 最大的成就 莫过于无论在何时何地 都能悠然自得 想想想自己拥有什么 人总以为拥有的越多 就会越快乐 事实上 是要求的越少 执着的越少 才会越快乐 快乐 这个与拥有多少物产并无关系 在你缺乏财富时 你日思夜念要得到他们 在你拥有时 你又会日夜担心怕失去他们 在你拥有时 你会多珍惜自己拥有的 不要总看自己所没有的 在你拥有时 在你拥有时 把缺乃对 Step 碰到生命中的种种问题时 我们应该这么想 我要好好反省自己 不要把问题危罪于别人 我要让自己更有弹性 而懂得变通 而不是被困难障碍惹火 我要用仁慈温柔的心 面对每一个问题 用清醒而健康的态度 处理所有的冲突 我要劝劝你 确实面对问题 改善我与问题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把问题抛在一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问题困难障碍视为成长利益的来源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以从容的态度接受生命工作的无常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都应该告诉自己 我并不是失败 只是目前暂时不成功而已 这负面的能量 我一定能够承受并将它转为正向的动力 用智慧化解一切烦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佛教的修行是要我们培养累积建立什么东西呢? 答案就是智慧与不得 智慧是彻底了悟究竟实相 空正见 空正见 不得是慈爱悲悯一切友情 菩提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得资良者 未能断出一切烦恼 不得资良者 未能长养一切友情 我们要学菩萨行 就必须积极建立聚集事 出世间一切善行 智慧与福德 这是千万不可忘失的修行重点 但是钟文字幕志愿者 虚义 而且从בר茄之带布 原来叫自己指的修行 将手提出修行重点 由价格斯安语 很公安 也在ublika斯安语 要让自己遇到某一切友谈 要用计划 甘苏 以安方的凡刺 当他习近到某一切友谈 營疏 因为他自家的敬仇 积极快乐的心情做事 而不是散乱忧虑的情绪 不要用平静的心情 轻松的身体 处理生命中无可避免的压力 所有的障碍都是无价的财富 所有的失败都是智慧的老师 所有的逆境都是幸福的开始 遇到孤独的孤独 困难、障碍的时候 或许正是一个学习成长的机会 人生开启另一道门的新契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自于内心 当我们的内心平静 我们就可以与周遭的人和平相处 所以一颗善良平和的心 是最根本的和平之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不存善念的时候 就不可能有内心的平和 唯有人人不起恶念 让心中充满和谐和善意 方能达成自身周遭 以及世界的真正和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下期再见 连一个电视连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平和大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崗寻者 李宗盛 由我来自 skies热 未来无论 老陆 到底是用水 老陆 李宗盛 由我来自古 最小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获养近千只的狗孩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护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资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护爱共存 消弭暴力之气促进社会祥和 诸佛敏念诸众生 宣说慈悲水菜法 三昧法水洗成垢 累世冤液皆消除 10月1日农历8月25日上午9点开始 恭请果辞法师及袁通寺僧众领众 献上礼拜慈悲三昧水菜 10月2日上午8点开始 恭请战江法师主讲弥陀要解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然大碑观音道场 从阳祭祖阳孝道 万姓祖先普回向 祈愿长辈福九九 重等礼拜金刚铲 10月14日农历9月9日上午9点开始 恭请广护法师领众 献上礼拜金刚宝铲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宜然大碑观音道场 那么月光灯尊圣月光宝 古英王如来 那么月光灯尊圣月光宝 古英王如来 那么月光灯尊圣月光宝 古英王如来 念诵一遍能消除四种罪障 护身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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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